今早晨光降临那一刻 分隔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分界线 也迎来了和平曙光 金正恩在韩国时间早上9点30分 在十多名官员簇拥下抵达板门殿 跨越北围38度的军事分界线 走向在南侧等候的文在寅 两人这一握手微笑寒暄意义重大 因为金正恩是韩战结束65年来 第一位踏足韩国领土的朝鲜领袖 金正恩邀请文在寅短暂越过边界进入北方 然后两人再移步到南方边界礼尚往来 这一次位于板门殿和平之家的会谈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安排 来自台城洞小学二年级的两位学生 向两位领导人问好并献上鲜花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非军事区里唯一的韩国学校 金正恩和文在寅随后步上红地毯 剪阅了身穿民族服饰 演奏传统音乐的韩国三军仪仗队 同时也彼此介绍随行官员 两国领导人抵达会场和平之家 金正恩在一楼的留言簿上签字留言 根据韩联社报道 金正恩在留言簿写下 新的历史从现在开始 和平时代站在新的起点 文金会正式掀开序幕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会谈中 亲会晤的民众在波州公共场合设立了大荧幕 一同为两国和平会谈打气 根据行程 双方在会谈后将各自用餐和休息 文经两人将在军事分界线共同种下一棵小树 祈愿和平之苗 茁壮成长